今天教不会你算我输 开齐峻来东北飘移真的太好玩了 讲得菌花也不怕费吗 我们刚才的速度已经拉到六七十的飘移 算是高速飘移了 你要让这台车永远不要出现 因为出现了的话你就撞上了雪墙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一下中国男足的精神了 永远不出现 记者不要给太大的方向 这个时候你要把方向给大了以后 车子就会有往前轮切换动力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行云流水 真的是 你可以批评这台车很多地方 但你一定不能批评这台车的底盘 它的四驱系统真的是可以的 我靠漂亮啊 洪哥要不要来学习 好 你要在一脚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动力系统就会把更多的动力分配给后轮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一台倾向于后驱的车子了 我上次拿汉兰达试过冰雪飘移 我还拿一台沃沃S60 就是后桥上只有一个小电机的那台沃沃S60 Gang 跳起来 小女 好东哥开始了 好 太高走啦 新手飘移第一招 哎怎么样起飘呢 不要给这么大的油 收一点点 收一点点 再收一点 打招方向了对吧 一脚油门登到底 快了推头了 哎飘起来了反打方向 快了快了快了推头了推头了 你看你在发声飘移的那个瞬间 车子刚一飘起来你就要开始反打方向 并且稳住油门千万不要丢油门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打方向先打进去 先打进去这样一脚油 找到了迎接点但是不能持续的 所以问题就在这了 我们要学会在那个时候松一点点油门 保持住它 然后呢你的双手能够把方向给松回来 起来了好 漂亮这是第一个动作 快了一步在那里 好慢慢一点 收油 好烦走球 来采访一下东哥什么感受 我感觉 我感觉快要学会了 我感觉快要学会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看东哥的表演了 好 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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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叫的 你看你吵弄我 你消费了吗 哇 是的 我表演 你 以容易 或被 released 是 百年 真的 我 真的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